你明明是个被家族遗弃的孤儿 却在酒吧里成了影后眼中的珍宝 她的每一个眼神都在告诉你 她后悔了 然而在不久前她因为误会抛弃了你 后来她发觉自己早就爱上了你 追悔莫及 她开始风魔一般的四处寻找你 而此时的若英酒吧内 你安静地坐在酒台前 嗑着一杯有些苦味的鸡尾酒 店门上挂着的铃铛响了 进来了一位失魂落魄的女孩 沈梦若 她已经风魔一般的找了你两年了 最近终于打听到了 原来是来了魔都 沈梦若眉眸一瞬间就锁定在了 正在喝酒的女身上 泪光流转 两年了 她终于再次见到她的小然了 她的小然好像变了 变得成熟了些 可依旧那么干净漂亮 小然在喝酒 还穿这么薄 她不知道自己身体有多差吗 她有些气 上前一把夺过你的酒杯 林小然 你是不知道你身体有多差是吗 还喝酒 不要命了是不是 她声音里满是急切和心疼 你感受到手里的酒杯门了 慢慢扭头看过去 却是心底一颤直接愣住 沈梦若见到你发颤的眼神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樱桃红唇凑过去就要去吻你 你轻巧躲开 冷淡开口 沈小姐 请你自重 沈梦若听着你的话 都被气笑了 林小然 你身上有哪里是我没碰过的 有哪里是我没吻过的 都睡过不知道多少次 我自哪门自重 她又去强吻你 这次你没来得及躲开 她的小然还是这么甜 这么好亲 酒吧内的人都看着这一幕 不少女孩心都快碎了 你轻轻推开沈梦若 语气依旧淡漠 沈梦若 你现在这又是在做什么 是你说的不喜欢我 是你说的我脏了 是你说的我清贱 那天雨夜里 是你说不要我了 你的话噎得她哑口无言 是 全是她说的 她简直就是个混蛋 她抓起你的小手 一双美眸里满是气球 然然 姐姐知错了 姐姐求你了 你回来姐姐身边好不好 精灵的泪已经在她眼眶里打转了 你看着这样卑微的沈梦若 皱着眉头 心口有点嫩 你慢慢抽出手 轻轻摇头 不好 对不起 沈梦若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不信 她疯狂摇头 眼尾两行青泪已经留下 小元 你的酒吧名字里带若子 你肯定还爱我的 别想骗我 你轻轻叹了口气 塞给沈梦若一包纸巾 驴器缓和了血 沈小姐 我的店要打烊了 请离开吧 深夜酒吧里的人 已经都走得差不多了 相当冷清 只有沈梦若还趴在 把台上赖着不走 已经睡着了 磨度的血液很冷 沈梦若在睡梦中 单薄的身子都在发抖 你从楼上悄悄下来看她 看着她挨动的样子 眼睛里划过一抹心疼 摇了摇头暗自叹了口气 上楼去拿了床棉被 你轻轻地给沈梦若披上 对她轻声呢喃着 沈梦若 你又来招惹我 可我真的被你伤怕了 放过彼此不好吗 你就这么呆呆地 在沈梦若身旁守灵夜 回想着你与沈梦若 往昔的点点滴滴 从出狱到爱上她 再到被她抛弃 那是在三年前的京都 你一直想攒钱去一次海淀 只是你没有多余的钱 生活已经很难了 你还要画漫画攒大学学费 九月的京都 午后烈日当空 病理病气的你 裹着一件浅蓝色泥子大衣 拨在阴暗窄小的下人房间 用画笔勾勒着你梦里的大海 蓝海极为乖巧漂亮 却又不嫌女气 风穿过窗子的缝隙 偷偷钻进来 你觉得有几分凉意 将身上的大衣稍微紧了紧 你这副身子骨 从娘胎里出来就这样 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稍微吹点凉风 就能发个高烧 不过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也早就习惯了 你抬起铅笔 白洗纸节抵着铅肩 闭上眼睛 幻想着海风的味道 你是林氏集团总裁林河的儿子 表面看起来 似乎是个富家少爷 却从小被母亲夏之抛弃 被父亲林河虐待 过得甚至不如下人 当年夏之怀孕期间 林河被美色迷惑 和小三搞了婚外情 不过隐藏比较好 没有被夏之发现 夏之生下了你的姐姐 林琪燕 三年后又生下了你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你四岁时 夏之发现林河在外面 居然偷偷养着一对母子 魏美华和林泽 因此林河 夏之二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夏之远走法国 他本就众女青男 又嫌弃你三天两头的生病太难养 索性不要你了 只带走了姐姐林琪燕 魏美华小三上位 成了林氏集团总裁夫人 林泽自然是受到百般宠爱 而年幼的你则是在魏美华的打压下 住着夏人房 你在夏之离开后 从没享受过亲戚 不过你也不需要 这毫无温度的家 让你养成了如今这幅冰冷漠然的幸福 你的世界里 有画画就够了 你连载漫画 画插画 虽然都刚刚起步 不过也勉强足够让你生存 就在你安静画画时 一道沉闷的踹门声 自你身后传来 打扰了你的绘画性质 林泽大摇大摆的踹门进来 在你房间里四处逛着 我这么严实 死病秧子又生病了 你怎么不早点病死啊 又画画呢 我看看画的什么玩意 林泽的脏爪子 不由分说地扯下你的画布 提到眼前随意打量着 什么垃圾 真难看 林泽把画布在地上随意一扔 踩了一脚 你漂亮的桃花毛子里划过一抹寒光 手里的铅笔瞬间靠近林泽的眼球 吓得林泽瞬间脸色煞白 那我让你永远都看不到 好不好 你的声音虽清亮悦耳 却良意十足 那铅笔笔间还在持续逼近林泽的眼球 林泽吞咽了一口唾沫 哆哆嗦的后退 却听到别墅大门开了的声音 她知道是妈妈回来了 赶紧大喊 妈 这死病秧子要戳下我 快来啊 魏美华闻声 赶忙急匆匆的冲进屋 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放下 就见到儿子的眼球被你用铅笔抵着 上前一把推倒你 将林泽护在身后 你本就病着 身上没什么力气 被魏美华这么一推 重心不稳 直接向后倒了下去 腰窝磕在了床脚 一时湿痛的眉心紧促 倒吸了一口凉气 冷汗直接湿透白色内衬 妈 我好心来看望生病的哥哥 结果哥哥不但不领情 还要拿铅笔戳下我的眼睛 林泽委屈地抱着魏美华假哭着 魏美华立刻阴狠地看向你 呲牙咧嘴 你这野种 竟然敢欺负我儿子 看我不扇死你这死病样子 说着 魏美华抬手就要扇你巴掌 你捂着腰忍痛起身 便无表情地将铅笔举到脸蛋旁 魏美华的手心一下子就戳到了铅笔上 将铅头都折断了 鲜血鼓鼓直流 你这野种竟然敢扎我 魏美华捂着手心 一脸争鸣痛得滋蛙乱脚 野种 你也配说这个词了 林小然冷冷地扫了魏美华一眼 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 我数三个数 从这个房间里滚出去 不然你儿子的眼睛就别想要 走 魏美华狠狠地刮了你一眼 龟溜溜地出了房门 二人走后 你立刻关上门 垂头已在床边 腰窝腾到鼻尖都渗出细小的汗珠 你看着手里这根带血的铅笔 鼻震反胃 这女人的血也这么恶心 嫌恶地将铅笔扔进垃圾桶 不再看一眼 傍晚华灯出上 外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京都 沈家别墅 跟林晓然结婚 她才多大呀 沈梦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她的老爸 沈梦若 京城沈家的独苗千金 今年22岁 京大表演系的学生 也是娱乐圈影视歌三期的当红女星 沈父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 不急不脑地缓缓说着 人家晓然今年19岁了 已经成年了 而且你不就比人家大三岁 才19岁 沈梦若额脚一抽 我需要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沈梦若偶臂交叉至胸前 坐在对面沙发 沈素将报纸放到茶几上 淡淡开口 行 那我就给你理由 你知不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传你 人家都传你金玉其外 水性羊花 沈梦若服饿 对这些流言蜚语颇为无语 我的亲老爸 这些绯闻要不就是一些小明星 想蹭我的流量 要不就是竞争对手买黑岛来抹黑我的 沈梦若从沙发上起身 美眸里满是真挚 您是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景碟 我一个男友都没有过 因为他本打算一辈子不结婚 所以从福利院收养了沈景碟 一个五岁的可爱女王 而且二十左右的男孩子 喜欢小朋友的可不多 万一他对景碟不好怎么办 这你放心 我见过小然那孩子 又乖巧又可爱 绝对不会委屈到景碟的 而且景碟也需要父爱 听说那孩子在林家过得并不好 林河那老皮肤准备卖给咱们家 说到这 沈素嘴角戴上了淡淡的嘲讽 林河那傻子 真是被美色迷昏了头 放着这么一个聪明漂亮的儿子 不管不布 一心扑在那对小三母子身上 就他这脑子也不愧 他林氏集团越来越烂 沈梦若坚硬的不行了 索性来软弹 抱着老爸的手臂嗲嗲的撒娇 爸 我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 娱乐圈又比较特殊 结婚会有影响呢 沈素淡淡一笑 早给你想好了 你俩隐婚 不对外公布就行了 就委屈一下林小然 而且这不是我拍的版 是你老爷拍的版 说明天就去理证 听到老爷两个字 沈梦若情绪肉眼可见的低落起来 沉默两久 他低垂着毛子 好 我和林小然结婚 是他害死了妈妈 他亏欠姥姥姥和姥爷 所以只要是姥姥和姥爷的要求 他一向都会答应的 沈素看着孟若的模样 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 他是支持孟若和你结婚的 要是真让孟若这么孤独一声 等他老了死了 谁来照顾生病的孟若呢 沈梦若此时还是有些排斥这场奉旨成婚的 不过他转念一想 就当养了只可怜小狗 别饿着他应该就行了吧 夜晚小雨稀稀利利 灯火通明的城市 披上了一层朦胧纳纸外衣 凉风袭袭夹杂着雨丝 透过窗帘缝隙钻进你的屋来 有些冷 你缩了缩脖子 将脸在围巾里埋得更深一些 继续画着你的漫画 笔尖正在画布上抹杀着 发出好听的沙沙声 只是这美妙的声音又被破坏了 林河推门而入 在这个家进你的屋子时 从没人会敲门 你早已习惯 出来一下 我有些事跟你说 林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里面无表情的起身 不用想 林河肯定是因为魏美华受伤的事 找你来算账了 你自然是无所谓 这么多年 来了这个男人不知道多少次他 早就不在乎了 你慢悠悠来到客厅 别墅门大开着 客厅有点冷 你双手捂在大衣口袋里 又将脸藏得更深了些 小燃啊 爸有件事跟你说 林河一反往常的冷脸 居然带上了几分笑脸 你仔细盯着她的表情 越看那笑觉得越假 实在看不下去了 但莫得说道 有什么是直说吧 别演了 林河一时被你噎得说不出话 尴尬咳了两声 也不再假笑 是这样 我给你找了门亲事 你漂亮的琉璃毛子 一眨不眨的盯着林河 等着她的下门 是沈家的闺女 沈梦若 要求入坠 你猝了下眉 你是知道沈梦若的 隐约记的小时候见过几次 是沈家的千金 也是如今的当红女星 飞闻满天飞 再结合林氏集团 最近资金链几乎断裂 你瞬间就猜出来了 估计是沈家给林氏集团投资 要求就是把你给交出去 林河这是把你给卖了 你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 语气却是平和 可以 林河没想到你答应的这么痛快 喜上眉梢 妈撒着双手赶紧说 那就好 明天沈梦若就来接你 直接就去领证 你无所谓的轻轻点了点头 声音平静 这些年 你虽然对我动辄 打骂不管不顾 但是怎么说也没让我死了 你这个爹我理应认 但是这件事后咱们两亲 卖我应该挣了不少吧 足够还你了 以后你我不再有任何关系 你同意 我就答应入坠 林河一时无言 但是想了想威在旦夕的公司 又想了想威美华和林泽对你的不喜 恳心咬了咬牙说道 可以 明天开始 你我再无关系 可以签断绝亲子关系协议 你微微蜿蜒 转身进屋收拾行李箱 次日清晨 沈梦若早早开车到了林家别墅 却没进来 就在门口等着 李依旧是穿着那件浅蓝色的梨子大衣 下巴藏在围巾里 拉着行李箱 默默向着沈梦若走去 沈梦若发向你 轻轻一靠在车门边 细细打量着你 还真是漂亮 而且一看就是那种乖乖的小男生 看起来就很好欺负 他默默想着 虽然是奉旨成婚 他却是不讨厌 毕竟没人会讨厌 软软萌萌的没有威胁的小男生 不过 这不才九月初吗 京都可是能有个十几多年 怎么这身打扮跟过深秋一样 他颇感奇怪 一走到了沈梦若的面前 眼神清浅地看着他 沈梦若真人比电视上还要好看得多 穿着一件浅绿色的外套 半露出精致的锁骨 和胸前些许的血白 你不知道是沈梦若看上你的身子 还是也是被家里逼着结婚的 不过无论是哪种 你都准备配合了 姐姐 你半垂着眸温声开口 沈梦若听着你那声温温柔柔的姐姐 心里一颤 你这声音配上这长相 是真够犯规的 跟小奶猫爪子轻轻瞒她的心一样 她不自然的轻壳一声 算作回应 走吧 证件带好了吗 带好了 你抬眸看她 沈梦若看到你漂亮的桃花毛子 睫毛轻颤 心跳又漏了一拍 那就走吧 行李可以放后备箱 你点了点头 将行李放好 你刚刚到副驾驶坐下 沈梦若鼻尖就扑来一阵香气 那是从你身上散出来的 不是什么香水的浓郁味道 是一种很清新的香味 她唇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默默想着 她偏头看了一眼 发现你没系安全带 出声提醒 系好安全带 你低头看了一眼 确实忘记记了 柔和一笑 谢谢 然后低头去系安全带的扣子 沈梦若盯着你那毛茸茸的浅色头顶 突然泛起去揉一揉的冲动 随即轻轻摇摇摇头 心里暗骂自己这是怎么了 她收敛心神 踩下油门 车子在路上飞驰着 昨晚刚下过雨 清晨的空气虽然清新 确实又湿又冷 沈梦若这价值不菲的跑车 又是敞篷的 凉风一阵一阵的 顺着大衣的缝隙 往你骨子里钻 你冷的轻轻打了个喷嚏 连忙用力紧了紧毛沾大衣 最终你还是受不了了 再这么吹下去 保准又是大兵一场 神节姐 车的顶棚可以合上吗 我有些冷 你的声音因为冷 软到不自觉的有些抖 在沈梦若听来 就跟撒娇一样 她还琢磨呢 你怎么这么熟练 不会是个小绿茶吧 她就这么思量着 也忘了去合上车顶头 你见沈梦若没什么动作 以为是她想吹风不想关 你眸光微微暗淡了一些 没再说话 脸蛋王卡其色围巾里 又藏了藏 只露出那双漂亮的眼睛 林郑局门口 两人光速领正隐婚 沈梦若看桌手里的小红 本本一阵恍惚 她居然真的结婚了 没有恋爱 没有订婚 甚至没有婚礼 不过她好像也不是很排斥 毕竟你看起来很干净 是她喜欢的可怜小狗 你也翻来覆去地 盯着这红色小本门看 眸光微微发亮 心头缠绕上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暖暖感觉 你这算是有家了吗 看了也不知多少遍 你将结婚症 小心翼翼地 装到大衣口袋里 珍惜地放好 沈梦若余光 看到了你的认真模样 唇角不自觉 翘起了一抹甜甜的笑 只是她自己都没察觉 沈梦若带着你去车 前往沈家 路上二人皆是肩默无言 你则是继续偏头 默默地看着车外 飞驰而过的模糊景象 氛围有着些许尴尬 也有些冷 是物理上的冷 你已经被冻的唇色 开始泛白 沈梦若专心开着车 倒是真没注意到 她的小男友 已经快被冻成小企围了 当到沈家 你就看到沈家别墅门门口 站着一个 扭头向你温声说 林小燃你先在副驾驶 等一下 我去看看她有什么事 可以吗 你微微点点头 沈梦若朝余梨走过去 余梨是她手底下的艺人 她本身所在的娱乐公司 就是沈家的 所以她既是艺人 又是小老板 沈梦若拧着眉 疑惑看着余梨手里的那束玫瑰 余梨 你拿的这什么 余梨憨笑挠挠头 小老板 这是那个赵姐送你的 咱们不是正跟赵家 谈那个电影项目吗 她跑去咱们公司 非要送你花 说你不收就不谈项目 我说小老板你不在 她就非得塞给我 但我转交给你 沈梦若皱了皱眉 语气有些烦躁 这赵姐还真是有够烦人的 你会把这破花扔了 下次直接不收 又不是求着她谈项目 余梨笑嘻嘻 好嘞 有小老板你这句话 下次我就敢不收了 我也挺烦那个赵姐 所以你跑过来 就专门为了给我转交这破花吗 沈梦若烟眉微醋盯着余梨 哪有 我至于这么神经病吗 是公司有个紧急会议 我来叫小老板你去开会 你直接打我电话不就行了 怎么还跑一趟 我打了 没打通 不信你自己看手机 余梨一脸理直气壮 沈梦若拿出手机看了看 是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她昨晚静音了 早晨忘了关掉 不好意思 静音了 她用指尖将一缕发丝勾到耳后 眼是尴尬 余梨无所谓的贪贪手 没事 我反正也闲着 那小老板咱们现在走 等我一下 她转身走回车跑 交好的面容带着些欠 丙小然 我有点急事 得离开一下 你可以自己进去吗 沈梦若也知道这有些不礼貌 哪有第一次上家 就让人家自己进门的 但是这也是世纪从全 你应该会理解的吧 你眸光微沉 连强扯出一个柔和的微笑 温声细语的 好 沈姐姐你去吧 你有想到 自己不会受沈梦若重视 本来你觉得这没什么的 可是 头袋里结婚症的温度 沿着指尖 胖得你心脏发麻 让你有了一点点失望 你坐在副驾驶 侧目通过后视镜 看着沈梦若和手捧玫瑰的 鱼离上车一起离开 而且那刘海有些长了 遮住了毛里的阴霾 靠着座椅 在车里垂头待坐了一会儿 你迅速调整心神 强迫心重新冷了下去 与此同时鱼离车内 他开着车 一脸八卦的碎碎念着 小老板 刚才你车里那男还是谁啊 长得好漂亮 我偷瞄了好几眼 都给我看得动心了 车后排的沈梦若 听鱼离这么宽 眼睛不自觉的弯了弯 他是我的远房表弟 别瞎打听 好好开你的车 表弟 一定是表弟 鱼离深以为然的点头 他完全相信了 那就有鬼了 一般带远房两个字的 那基本就是有问题 沈梦若眼神犀利 通透后视镜盯着鱼离 还有 什么叫你都差点动心了 鱼离善笑 我就说着玩玩 表达一下对那男孩颜值的经验 我哪能跟小老板一想东西 给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呀 你最好是 不过小老板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让你的表弟进娱乐圈发展 都不说别的 就单凭这张脸 保准能火 鱼离认真的出谋划策 还特意把表弟两个字咬中了些 沈梦若沉下眼眠 心里默默撕淡着鱼离的剑影 可行肯定是可行 但是他一想到会有一堆女粉丝喜欢 心里就莫名有点不舒服 他不想他的可怜小狗出去抛头露面 养在家里多好 只归他一个人 沈梦若莫名烦躁起来 鱼离透过后视镜瞄着小老板 见小老板这表情跟穿剧变脸似的 透露着一股烦躁的气息 他果断选择闭嘴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出小老板的眉头 不然奖金指定又要被扣 按下门铃 心裂悦耳的门铃声响起 你再次微微仰头深呼吸 试图平缓胸腔里那颗急速跃动的心脏 你不知道面对的将是什么 门开 大哥哥 一道奶生奶气的女娃音传入你的耳中 你正愣在原地 一个穿着粉色棉织外套的小女娃 跑上来紧紧抱着你 养着小脑袋 奶乎乎的叫你哥哥 可爱的小奶音差点将你的心给融化 大哥哥你好香呀 沈景蝶扑在你的大衣上 白着小脑袋闻着香味 面对可爱的小娃娃 你脸上的不安神色一扫而空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大哥哥 我叫沈景蝶 沈景蝶小手还着你纤细白皙薄格 奶生奶气的打着 景蝶真可爱 景蝶几岁了呀 你笑得眼睛弯弯 景蝶五岁了 是大人了呢 景蝶粉嫩的小脸一阵自豪 真厉害 比轻轻揉揉景蝶的小脑袋上的两个小发子 在一旁的沈素看着这温馨一幕 也是会心一笑 景蝶喜欢你 你也喜欢景蝶 这他就在开心不过了 大哥哥 我给你介绍 这是爷爷 沈景蝶牵牵着你的手起身 有模有样的给你介绍着 你有些猛 爷爷 沈叔叔不就沈姐姐一个女人吗 景蝶管沈叔叔叫爷爷 那不就是沈姐姐的女人吗 你先收敛新神 聚起一抹微笑温声叫人 沈叔叔好 沈素越看你越觉得满意 这乖巧漂亮模样 可比那些整天如烦人苍蝇一般 围着梦落的男生强到不知哪里去 沈素笑着开口 小然啊 先进来 别在门口站着了 小景蝶颤颤悠悠地牵着你进客厅 沈家的装修风格简约优雅 暖色调的壁纸和木质地板很温馨 眼底染上了几分艳羡之色 沈景蝶看你呆呆地望着那张全家妇照片 拽着你大衣的袖口 懒生懒气地说 大哥哥 我们以后拍一张带大哥哥的照片好不好 你的心被沈景蝶的花瘟的滚烫 轻轻把景蝶抱起来 谢谢景蝶宝贝 沈素面带笑意指了指沙发 小然先坐 咱们坐着聊 好 你等沈叔叔坐好之后 再抱着景蝶坐到对面沙发 沈素看着 心里给你的分数又高了 这么懂李叔的小孩可不多见 梦论那丫头呢 怎么不见人 沈素这才发现她闺女怎么没跟着你一起回来 你想到了那束红玫瑰 薄光危暗 叔叔 沈姐姐她好像是有急事 沈素面露不悦 你说这丫头 沈妖急事也不能让小然你自己进来 我给她打个电话 没事的叔叔 我没问题的 沈素还是掏出手机打过去 想临半天却没人接 只得作罢 沈素放下电话 这才注意到你这身装扮 带着疑惑问 小然 这才九月份 你怎么就这身打扮了 叔叔 我从小身体就有些弱 你说到一半又有些犹豫要不要继续说 怕人家嫌弃你难养 于是又迅速补充 叔叔 我没那么难养的 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沈素看着你着急解释的表情 又联想到你在邻家过得很不好 憋不疼 妈不爱 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梦若没有妈妈 而你爸妈都没有 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都是一家人 沈素笑着安慰道 大哥哥 你要是生病了 紧蝶可以照顾你爸 紧蝶小宝贝抱着你的胳膊 奶生奶气话语暖暖的 好 那等大哥哥病了 就要靠紧蝶小宝照顾你 你捏捏紧蝶的小脸蛋 软软的很舒服 沈素起身把紧蝶抱在怀里 宠溺的笑着说 紧蝶啊 先去楼上房间自己画一回画好不好呀 爷爷跟大哥哥有事情要说 好 紧蝶奶乎乎的回话 沈素轻轻的将紧蝶放下 紧蝶又跑过来恋恋不舍的抱你 紧蝶是孟若从福利院领养来的 你毛子里闪过一丝亚语 没想到沈姐姐这么年轻 还没结婚 就领养了一个孩子 你略显犹豫地问 沈叔叔 紧蝶她自己知道吗 紧蝶知道 紧蝶三岁的时候 孟若领养了她 那时候紧蝶已经懂事了 她微微汗手 没继续说话 其实 孟若本是准备这辈子不结婚的 所以才会收养了紧蝶的 你垂眸默默思量 所以沈姐姐也是被迫结婚吗 小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关于孟若的一些流言蜚语 当然 我指的不是那些桃色绯闻 而是关于孟若精神有问题的流言 你醋没 精神有问题 你完全没听说过 沈叔叔 我没听说过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见你疑惑的表情 沈素继续说道 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墙上挂的那张全家福中 并没有孟若母亲的身影 沈素将沈孟若儿时的经历 向你说了一点 自那以后 孟若因为自责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 有所好转 平时能够正常生活 但是每当发病时 逼就会十分痛苦 也正是因为这个 孟若才不想恋爱结婚 你听完后垂眸肩默 没想到看起来如此完美的 沈姐姐还有这么一段沉重的故事 所以虽然小然你年纪比孟若小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包容孟若一些 沈素语气真挚 可以吗 我会的 你认真点点头 好孩子 那叔叔就放心了 他起来拍拍你的肩膀 叔叔知道委屈你了 孩子成熟温和 也不贪心 是孟若的良配 好小然你去楼上陪景蝶吧 看得出来 这丫头很喜欢你 上楼后右拐第一间房间就是 好那我去吧 你转身来到楼上 景蝶的房间门没有关 应该是在等你 景蝶小朋友听到脚步声 立刻放下话 扑过来抱着你 大哥哥 陪我画画好不好呀 你伸出白皙的纸截 勾了勾景蝶小鼻子 温声细语 好大哥哥 爷爷说你以后就是我的爸爸 真的吗 景蝶明显很兴奋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虽然结婚了 但是没有什么弱的同意 你显然不能算做景蝶的爸爸 景蝶叫我大哥哥就好了 那大哥哥会住在这里吗 会的 大哥哥会陪景蝶晚的 景蝶开心坏了 在你脸颊上亲了一大口 就这样 你陪着景蝶在房间里画了一整天的画 傍晚十分 外面天空的色彩开始慢慢变换 冷风夹杂着雨丝从窗子飘进来 你冷得打了个寒颤 起身去关窗屋 许时有景蝶陪着心情好 你这一天静眉觉得头疼 不过这一下雨 你头又开始疼了 你关好窗 抱起景蝶揉声说 景蝶 可不可以带哥哥去房间睡觉了 大哥哥 你放我下来 景蝶带你去房间睡觉觉 谢谢景蝶宝贝 沈景蝶牵着你到了房间门口 但是他古灵精怪的大圆眼睛低溜一转 大哥哥和妈妈应该睡在一个房里 这样大哥哥才能早一点变成爸爸 许时他又牵着你多走了两个 走到了隔壁 大衣都没脱 倒在床上就昏睡了过去 晚上九点 沈梦若一身酒气的回到家 焦好的脸庞上还带着胃干的泪痕 他想妈妈 去酒吧喝了一夜的酒 快速上楼 他的房间被厚重的黑暗笼罩 沈梦若也没开灯 蜷缩在地毯上 低声唾气着 妈妈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妈妈梦若真的好想你 他头疼的难以忍受 一直在用纤细的手腕的打他的太阳血 砰砰作响 但依旧无济于事 他又用指尖紧紧地撕裂着手腕 红色液体顺着细长的指节流淌到手心 床上的你被这动静吵醒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发现沈梦若蜷缩在床脚部 甚至在自残 你强忍着撕裂的头痛和腰伤 勉强伸出手抓住沈梦若的纤细手腕 阻止他伤害自己 因为嗓子疼 所以声音十分嘶哑 沈姐姐 不要 沈梦若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 借着灵星月光向床上看去 发现是你在他的床上 他似乎是找到了宣泄口 起身上床 将你重重地压在身下 胶躯紧紧贴着你 毛子里闪烁着骇人又病态的风猫 沈梦若粗暴地扒开你的大衣和围巾 朝着你白皙的脖梗就咬下去 沈梦若似乎没什么理智 咬得丝毫不留余地 很快 属于血的腥气就在他的口腔里弥漫 他似乎是腥味被刺激 咬得更加用力 你病着身上没什么力气 腰也被沈梦若压得生疼 脖梗更是传来刺痛 那是沈梦若的小虎牙刺穿了你的鲜薄皮肤 你想反抗 可是双手被沈梦若的手压着 沈梦若的指甲已经嵌入你手心了 鲜血骨骨直流 沈姐姐你冷静点 你吃痛声音嘶哑颤抖着 或许是因为你的话 沈梦若松开了口 安静地窝在你的怀里 又重新开始抽气起来 温热的泪水顺着你的脖梗 混合着腥味的血液 流到你的锁骨处 慢慢变得冰凉 沈梦若的胶躯随着破碎的哭声 一颤一颤地抖着 妈妈梦若好想你 你心里十分的难过 你知道这是沈梦若的病发作 你大口呼吸着 用双臂还住沈梦若 用手轻轻拍打着她的背 温身安慰着 沈姐姐没事的 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安慰了很久很久 沈梦若的情绪终于慢慢稳定下来 静静地窝在你的怀里不动 你身上的阴晕香气飘到她的鼻尖 她白皙的脸庞 因喝醉泛着烟红 胶躯紧贴着你 气氛引你泥醉 她脑袋昏昏沉沉地 朝你的嘴巴就吻过去 急剧侵略性 血腥气混合着酒味 一下子冲入你的口腔 你瞬间睁大眼睛 不知所措 她无视自通 香舌缠绵翡测 疯狂地攻城掠地 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你好像好甜 她恨不得把你吃下去 沈姐姐 你被她吻得快要窒息了 听尽浑身力气 才勉强推开沈梦若 被推开的沈梦若 冷冷地扫了你一眼 言语冰冷 林小然 你半夜躺在我的床上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给你 你还要躲 你不过是我买来的而已 我想轻就轻 想睡就睡 她全然不顾 刚刚你温柔耐心地 安慰了她那么久 字字珠心 说的话跟尖刺一般 你的心被沈梦若的话刺得生疼 像是刀子在心脏里乱搅一般 背脚的千疮百孔 她就这么看待你的吗 见你不说话 沈梦若以为是你被她的话说中了 她扯出一抹讽刺的笑 约法三章 一没我的允许 不许进我的房间 二结婚的事 不允许对外公布 三互不干涉对方生活 对外以姐弟相称 她看着床上衣衫不整 锁骨半路十分诱人的你 可以做到吗 房间里两久的沉默 只有两人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你闭上眼睛 扯出自嘲的笑容 淡淡嗡了一声 拖着乏力的身体 和晕痛的头出门 沈梦若你记得吃药 关门前 你说了这最后一句话 你并不怪沈梦若 因为沈梦若只是生病而已 而且你也答应了沈叔叔 要让这沈梦若一些的 只是心里还是止不住的酸涩 你再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再凌加多年的经历 让你对此最是擅长 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在楼道里转了一圈 也不知道哪个才是你的房间 只好去找了警爹 警爹宝贝 可不可以带我去大哥哥的房间 你忍着头痛勉强 扯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大哥哥 你怎么了 你看起来很不舒服 还有血 正在画画的警爹见你这样 都快要哭了 你揉揉警爹的小脑袋 抹去他的眼泪 没事的警爹 大哥哥现在很想睡觉觉 可以先带大哥哥去吗 警爹带你去了你的房间 原来就是沈梦若房间的隔壁 你也顾不得处理脖梗 和唇瓣上的血液 头疼的实在厉害 窝在被子里就晕了过去 沈警爹转身就跑进了 沈梦若的房间 抱着沈梦若就开始哭 妈妈不喜欢大哥哥吗 我带大哥哥来妈妈的房间 我以为妈妈会喜欢大哥哥的 沈梦若一边抱着警爹 一边给警爹抹着眼泪 警爹你刚说 是你带林小然来我房间的 大哥哥头疼说想睡觉觉 我就带大哥哥来了妈妈的房间 沈梦若垂眸 瞬间沉默了 他误会你了 所以他刚才干了什么 要伤你 强吻你 又说那些伤你自尊的话 还有那欺负人的约法三章 他把你当什么 随他蹂躏的玩具们 就算你只是他的可怜小狗 也不能欺负得这么过分 你被他这样欺负 还记得温柔地提醒他吃药 心里又酸又涨 他向隔壁房间跑去 此时的清冷的月光 通过窗户透进来 让沈梦若得以看清你现在的状态 你眉眼紧促 神色似是十分难受 他坐到床边 用手心触碰你的额头 简直烫得吓人 林小然 林小然 他轻轻摇晃你的身体 想试图唤醒你 可是你晕得很沉 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这才想起来 早晨你让他合上车顶庞 他忘了合 还把你扔在门口就走了 沈梦若心里像是躺进了柠檬汁一般酸色无比 虽然你只是他买来的可怜小狗 也不能这么伤害 他用指尖附上你柔软的唇 替你清理血迹 对不起 他连忙打电话 找来了沈家的家庭医生江南 江南的老师就是沈梦若的心理医生 所以江南和沈梦若很早就认识 是关系不错的闺蜜 梦若这么急匆匆叫我来 是又病发了吗 一身白大褂的江南提着药箱走进来 南南 我没事 是他 沈梦若指向床上的你 江南看到居然是个男孩子 眼里闪过一丝亚异 他可从没见过梦若带过一心回家 南南 他好像是发高烧了 额头特别烫 一边说着 他一边再次将手放到你额头上 感受着温度 江南见沈梦若一脸的担心 也顾不得好奇这是谁了 打出电温枪给你测体温 低一声过后 列经屏幕上显示39.1度 江南鹅脚一抽 这也烧得太厉害 沈梦若看到这个数字也吓了一条 交好的面容上 单心之色越发浓郁 江南从药箱里找出退烧药 看向沈梦若 梦若你去倒一杯温水来 再找个冰带 好 沈梦若点头 连忙去准备了 紧别小宝贝也趴在床边 担心地看着你 眼睛红红的 温水和冰带很快就来 沈梦若将退烧药倒在手心 附上你的唇 让你救着温水吃了下去 又把冰带轻轻放到你额头上 江南在一旁越来越惊讶 这男生到底是谁 梦若对他这么上心 他仔细观察起你来 倒真是好看 即使睡着都能感受到 身上那股干净温和的气质 确实挺配梦若的 妈妈 大哥哥是不是很难受了 紧别小宝贝红着眼 两头问沈梦若 沈梦若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指尖来回妈撒着衣摆 垂头沉默 紧别又抓着江南的袖子 南南阿姨 大哥哥说他从小就特别爱生病 你能不能给大哥哥看看呀 江南揉揉紧别的小脑袋 好 紧别宝贝乖 我这就给大哥哥看 江南坐到床边 手指搭在你白皙的手腕上 开始好麦 这麦月号江南的眉头锁越紧 你的麦弱而缓 麦细而硕 麦是虚浮 体质太弱了 怪不得才九月份就五这么严实 他皱眉看向沈梦若说道 孟若 这男孩体质天生就弱 应该是经常生病 这种情况只能和中药慢慢调理 真不知道他的家人是怎么回事 都这么大 身子还这么弱 沈梦若听着江南的话 回想起爸爸跟他说过 你在凌家过得不好 孟若 你给这男孩把外套脱了吧 放到被子里 当他无武汗 好赶紧退烧 江南的话 让沈梦若一时间有些无措 脱也不是 不脱也不是 但总不能让江南帮你脱 他又想了想 亲都亲过了 让他不自觉地回忆起了 刚才闻你的感觉 又香又软 他轻轻吞去泥子大衣 然后恋恋不舍地将你放到被子 江南看着沈梦若这轻柔的动作 心中泛起阵阵惊诧 孟若这是沦陷了 他愈发地好奇你的身份了 正想深究 他的电话却响了 是医院的急事 江南一边收拾着药箱 一边向沈梦若说 孟若 医院有些急事 我必须现在过去一趟 这男孩吃了药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我回去佩服中药 你记得让他喝 好 南南 今晚真的太谢谢了 我送你 江南笑笑 咱们之间还谢什么 不用送了 你照顾他吧 景蝶宝贝 大姐姐走了 下次再来找你玩哦 景蝶懂事的点点头 江南揉了揉景蝶的小脸 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 沈梦若看了看手机 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他温柔地抱起景蝶 景蝶 很晚了 该去睡觉觉了 景蝶撅起小嘴巴不乐意 妈妈 我想陪着大哥哥 景蝶要乖哦 妈妈陪着大哥哥就好了 他温声细语 只有对景蝶他才会 展露温柔的一眼 景蝶恋恋不舍地 望了床上的你一眼 委屈巴巴 好 沈梦若抱起景蝶 细心洗漱好 哄睡着 转身又来到你的房间 愣愣地望着你 月光透过窗户 悄然洒落在那个 安静熟睡的漂亮满海脸上 你真的很干净 干净到让他忍不住想去泄完 他指尖轻轻触碰你的眼尾 细腻柔软 那里因为生病犯着非火 美的惊艳 丙小然 我是个病人 也是个坏人 离我太近是会受伤的 沈梦若每隔半小时 给你换冰带 侧体温擦汗 就这样他在你房间 折腾了到了半夜十二点 看到温度计的数字 停留在三十七点三度 他才睡去 四日十点夜幕一退 阳光倾泻而下 橘色的光跳跃着 涌入窗帘 轻柔地洒落在你的眼帘之上 你眼前被一片 柔和的红韵所笼罩 本能的抬手 轻轻遮住眼前的光芒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你这倒真是大病出狱一般 浑身酸乱乏力 头晕目眩 脸强挣扎着半坐起来 用手心碰了碰自己的额头 还是有些烫 估计三十七点三度左右 还好 你觉得有些凉 低头看自己只穿着一件纯棉打底衫 大衣和卫衣都整整齐齐 放在床边 你努力回忆是怎么回事 可惜 寄一道景蝶带你来这个房间后 就戛然而止了 无论怎么说 又是全新的一天 日子还得过 你无奈弯弯头 自言自语 大哥哥 一身粉衣服的景蝶小团子的身影 从门口冲过来 一把飞扑进你的怀里 是景蝶啊 你看见景蝶就开心 大哥哥 你的病好了吗 景蝶的小手附上你的额头 奶乎乎地问 好了 景蝶不用担心 那就好 妈妈的要很管用 景蝶又使劲往你怀里钻 一捕捉到妈妈两个字 憋着景蝶的小脸柔声问 景蝶 昨晚是妈妈照顾我的吗 是啊 还有楠楠阿姨 你不知道楠楠阿姨是谁 但知道有什么若吼 心里的委屈就已经消了大半 大哥哥 你的辈子里好暖和呀 还香香 景蝶十分开心地在你的辈子里打着滚 你苦笑 能不暖和吗 你这体温简直就是暖被窝的力气 就这么陪着景蝶玩了好一会 你放在床头的手机开始疯狂地响 你捂着腰 勉强伸手勾到手机 解锁 发现是京大美术系绘画一般的班群 同学们已经开始疯狂地水群了 发的是一些京大校园的图片 你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京大新生报道的日子 好在这里京大就两千多米 不行一会就到了 景蝶软乎乎地挂在你的身上 好奇地望着手机 他又不识地字 只认得图 大哥哥 这是哪里啊 景蝶指着一张京大图书馆的照片位 这里是京都大学的图书馆 景大离这里不远了 景蝶有去过吗 大哥哥可以带我去吗 小景蝶心酸地指着群里的一张照片看着你 景蝶 要出去玩是要经过妈妈同意的 如果有陌生人要带景蝶出去玩 也是不许去的 知道吗 你捧起景蝶的小脸一肩贴贴 景蝶知道吧 妈妈跟景蝶也说过的 可是大哥哥不是陌生人啊 那也要经过妈妈同意哦 好吧 景蝶有些不开心明明嘴啊 下次等妈妈同意 哥哥就带景蝶去京大玩 好不好 你温生细运 好 景蝶懂事的点点头 你穿好衣服去卫生间洗漱 静嘴 你的白皙脖梗上有一个烟红的印子 那是沈梦若昨晚咬破的 好在你本就围着围巾 倒是正好遮住 已经这个点了 也没必要吃早餐了 你会直接在京大吃午饭吗 你抱起景蝶 景蝶 哥哥要去上学了 在家里要乖乖的 景蝶小包软乎乎的小手 碰你眼尾的小指 好 景蝶乖乖 那大哥哥 晚上回来陪景蝶玩好不好 好 我晚上回来陪景蝶宝贝 反正离得近 你有些犹豫要不要跟沈梦若 打个招呼再离开 就问景蝶 景蝶 妈妈在家吗 在啊 妈妈今天在睡懒觉觉 还没醒啊 你猜沈梦若应该是还没醒酒 既然如此 那就别吵醒她了 你再倒了一杯温水 蹲下对景蝶温柔的说 景蝶 一会去给妈妈把这杯温水放在床头 好不好 好 注意不要烫到自己哦 不会打 景蝶真棒 你拽上行李箱 准备出发